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快讯,我是天一 疫情资讯 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多以来 已经有多种的变异病毒株引起过特别的关注 最引人关注的病毒株包括 最先在英国出现的Alpha,南非的Beta,巴西的Gamma 以及印度的Delta 新德里22日信,印度目前已经有三个邦 发现感染变种病毒Delta Plus毒株的病例 而首个感染病例是中央邦的一名65岁的妇女 Delta Plus毒株是具有强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的进一步特变而成 印度媒体报道,Delta Plus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变种 这种变种病毒株已经在马哈拉斯特拉邦 哈拉拉邦和中央邦传播,情况令人担忧 报道说,手中感染Delta Plus毒株的病例 是一名来自中央邦的65岁妇女 此前她已经感染过新冠病毒并已经康复 此外,她也已经接种过两剂的疫苗 她的样本于5月23日被采集 印度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6月16日发布报告说 她的Delta Plus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马哈拉斯特拉邦卫生部长托宝周一表示 该邦已经报告了21宗的Delta Plus病例 她补充,这些患者的疫苗接种状况和旅行时还在确定当中 印度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苏吉特申格早前说 我们在泰尔米纳德邦,马哈拉斯特拉邦,旁者普邦和中央邦等地 发现15到20宗感染Delta Plus的变种病毒案例 尽管目前Delta病毒株仍然是感染最多的病毒 但我们仍然需要密切关注Delta Plus 那么加强针对付新的变种病毒有没有效呢? 什么人需要接种加强针呢? 美国宾籍佛尼亚大学医学副教授张鸿涛对财经大健康表示 个体应当在完成接种6个月后 测量一下体内是否还有抗体再做决定 目前医院和市场化的实验室可以检查新冠抗体 包括LGM和LGG 前者主要是出现在刚刚感染的人中 后者就能够在病遇者体内长期存在 决定要不要打加强针就要测IgG 专家表示如果检查不到就非常有必要打加强针 只要完成了疫苗的接种 就算是一些抗体都检查不出 人的体内仍然有免疫记忆 一旦接种加强针 大量的记忆细胞就会被枯醒 再次激发免疫力 全球其他疫苗商家目前还未公布 明确的加强针的实验数据 各个疫苗厂家 包括各个国家的免疫规划部门 都在研究这些数据 对于加强针 是否有效能够防御新型的变种病毒 目前多数专家和学者的共识是 接种者的抗体水平越高 对新冠病毒的抵养能力就越强 无论新冠原始病毒还是变异株 从这个意义上说 接种加强针的确有效能够提高 疫苗的保护效力 天一认为 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发展成为 类似流感一样的病毒 长期存在 并且有可能需要每年都要接种疫苗 大家对加强针又有些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更多更详细的新闻信息 请留意今晚六点更新的 今日快讯 周罗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